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Angela 今天我是素颜,完全没有化妆 因为我刚起床疏疏了过后呢 然后我要给我的皮肤做一个按摩 然后就心血来潮,来录这个视频给大家 改善脸部下垂的按摩手法 那今天我会用到两款工具 一款是水牛角的刮砂板 另外一款就是毛牛角的波金棒 在做这按摩手法之前 必须先把脸洗干净 然后喷上这个toner,爽敷水 然后就开始涂抹你的按摩油 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老话一句 我会建议大家用油类的 而不是用这个cream霜类的 因为cream霜类的,它还是不够油腻 不够滑腻感,很容易伤害到皮肤 而且它很快干 干了之后你又再加 干了又再加 干了又再加 这就会导致皮肤符合太重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油类的 你可以用almond oil,新任油 coconut oil,椰子油 还有rochip,玫瑰果油 你们现在看到我油油的是 因为我反过来拍 我先拍了手法,才来拍这个讲解 所以你们会看到我干嘛 咬唧唧 基本上我这个按摩手法 我是每天早上必做的 你们可以选择在早上或者在睡前 但是我比较prefer在早上 因为做了之后气色看起来很好 而且皮肤也看起来很饱满很精神 不会让人家感觉好像皮肤很累很脆的感觉 那我一般上我是早上醒了之后 我刷牙洗脸过后 我会做10到15分钟的冥想 冥想过后我就开始进行这套按摩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前后大概大概10分钟左右吧 我没有真正去计时 我猜大概是10分钟左右 很简单很简单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我选用IMAS的脸部排毒按摩油 一个波浪型的水牛角挂砂板 和一只毛牛角波金棒 好先上游 这款按摩油混合了薰衣草 绿花白千层 罗勒 盘香木和安素 它可以提高皮肤微循环 达到排毒效果 给皮肤氧气和提供营养 适合任何皮肤和敏感皮肤 把油均匀地涂抹在脸部 眼部和肩颈部位 用刮砂板的奥槽部位先塑通淋巴 建议大家先刮左锁骨部位10下 同样的用奥槽部位刮我们的胸锁乳兔鸡10下 然后右边胸锁乳兔鸡10下 现在用拨金棒的圆珠头疏通我们的三胶筋 以ZZ的方式沿着左耳周拨三次 三胶筋就等同于大水沟 先把大水沟疏通后我们脸部才能更好的循环 我们从前耳周拨到后耳周 沿着下耳垂以单翼方向拨到锁骨处 我们重复三遍哦 这时候你可能感觉里面磕磕噠噠的 同时感觉酸酸麻麻的代表你的三胶筋不通哦 好,最后一遍 现在用食指和中指沿着耳旁轻轻撒至颈部 注意,我们只需要轻轻抚摸,别压垮脸部肌肉哦 这动作主要是让独树更好的排出大水沟 换右边,拨通三胶筋 每次不管是刮沙还是拨筋 我建议大家先做左脸才做右脸 因为在中医上,人的身体是左边行气,右边行血 气通了,血才可以推走哦 所以左行气,右行血 一样是拨三遍哦 排气 接下来用刮沙板的凹槽处刮下颌线10遍 这刮法可以让下颌线的线条明显 这样看起来会有少女感 现在我要用这波浪的部位 这部位就好像我们的指关节 我可以借着刮沙板的波浪型来代替我的指关节 这样按摩才不费力哦 看,有没有? 现在我用这波浪从下巴刮到下颌垂10遍 看,是不是代替了我的手指 我喜欢用这款,因为它的重量刮起来非常有feel 好,我们刮10遍 这个可以改善松弛的嘴角肉 现在从人中刮至耳中的位置10遍 这个可以改善法令纹和苹果肌下垂哦 现在从鼻中旁开始刮至太阳穴 这有点U型的刮法可以预防脸部松弛下垂 一样刮10遍 Next,从脸颊包包肉开始 注意别碰到骨头哦 避开颧骨 从包包脸颊 从下往上的刮至太阳穴 一手刮,一手撑拖拉提 拉提时需要用一点按力哦 这动作我一般会重复做20遍 这样可以改善脸部下垂 好了,现在换右脸咯 Step 1 我挂到卡卡的是因为我脸部的骨头太大了 Step 2 Step 3 Step 3 5 5 5 最后的最后结束前 先给全脸来一个按摩 从鼻翼旁开到太阳穴 这主要是让刚刚做的激烈的拉提按摩后 安抚和舒缓我们的皮肤 按摩眼部 感谢观看 阿嬷阿嬷 按摩过后不管你是用多好的这个按摩油精油或者是按摩膏 都必须把我们脸部的这一些残留物洗掉 用清水即可 不需要再用洗脸霜 除非是你的按摩油是分子很大的 你怎么洗怎么洗还是油腻腻的那就没办法 这就代表这个产品还是 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它洗掉呢 因为众所周知按摩都是新陈代谢嘛 都是排毒嘛 当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脸上的这些毛孔里面的污垢带出来 包括我们脸上的毒素呢 也会通过毛细血管排出来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清水洗净 而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moisturizer保养品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必须注意的就是 按摩后我们的脸上呢是微温 所以不要马上去洗脸 稍微让我们的这个微温 cool down了才去洗脸 好喜欢我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和点赞 再见 谢谢大家 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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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